那么从上个星期的许志勇案上诉被驳回 到今天丁家喜案的判决 北京方面为什么要对提倡公民 公开官民公开财产的新公民运动 来采取严审 严判的做法呢 那么各界对于今天的审判 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下面继续通过连线 请两位代表律师来谈一谈他们的看法 首先为您介绍的第一位 是丁家喜的代表律师 隋木清隋律师 那么第二位呢 在线上参与我们讨论的是 李卫的代表律师蒋元明 蒋律师 我们谢谢两位律师来到美国之音节目 欢迎你们 好 那么首先我第一个问题 想先请教隋木清隋律师 先跟我们谈谈 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张科科律师的说法 您对于今天的判决结果有什么想法呢 那么四位成员当中 丁家喜得到的是最重的三年半星期 为什么呢 从当局的这个逻辑出发呢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合理的 因为在他们看来 丁家喜是仅次于许志勇的这样的 比较重要的人物 因为当局他这种判刑呢 他首先他不是所谓考虑所谓的这个犯罪事实 他主要是考虑这种案件的 就是说当中的这些被告的这种 影响力啊知名度啊这种它的重要性 根据这些东西来判刑 因为这个是一个政治审判 不是什么法律审判 所以他还是主要是根据 各个人的这种影响力来判刑的 但您觉得三年 但是呢 从这个角度呢 肯定是不可接受的 因为他们很明显是无罪的 因为像这种案件 不需要有 你即使没有任何法律专业知识 其实也叫你具备人 正常良知和义性就比较容易能判断 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罪过 而且他也没有任何的违反之处 相反他们的行为 其实是应该得到这个表彰和赞美的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蒋元明蒋律师 您刚刚也听到了隋律师的说法 您对于法院呢 在上个星期 您与隋律师是以退庭抗议 抗议法庭违法的这样的做法 那么法庭就剥夺了你们的辩护资格 在今天你们根本没有办法来出庭 那么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于今天的判决结果 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蒋律师 海淀法院审理这个案件的程序 本身是严重违反的刑事诉法规定 海淀检察院的审查起诉 也违反了行事诉论法的规定 在4月9号 我们这个出庭的时候 丁家喜律师当庭 委托他的律师 带他对这个政绩进行核实 就以原件进行核实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求法院呢 将这个政绩原件提拢给我们 进行当庭核实 结果呢 法院提交过来的100多本建筹 装了整整一个购物车 居然没有一本是政绩的原件 按照中国的刑事诉讼法 和这个最高检察院的刑事诉讼者规则 以及最高法院的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这个据一定案的政绩必须是原件 如果这个提供原件有困难的话 可以提供服印件 但是提供服印件有一个清洁条件 第一必须是跟原件核对 无误的 第二个必须是对这个服印件的制作 有一个说明 是否是两人以上制作 是否跟原件相服 原件存放在核地 等等这些方面的规定 然而呢海面法院提供我们 四位律师的这个证据呢 居然是没有任何文字说明的 也没有任何核对章的 这个服印件中 我们当天就提出来 这个要求对政治原件性核对 但是遭到了法庭的拒绝 那么我跟这个 我想要打断您一下 当天就提出了抗议 是您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蒋律师对不起 我要打断您一下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了解到您对于这个 法庭审理的程序 还有相关的证据 提出了相当多的质疑 接下来我想请教您的 您在去年七月份 就曾经因为声援一些 失地农民啊 为他们这个 可以说是争取权利 那么也被当局以 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给逮捕了 您觉得现在这个 所谓的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罪 是不是已经成为当局 使用来可以说是 打压异议人士的一个新手段呢 蒋律师请您简单地谈一谈 事实就是如此 所谓的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或者是聚众扰乱公共秩序 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等 这一系列的指控 都是为了打压一些 对这个现行的政策 或者是现行法律 提出异议的 或者是提出抗议的这些 这个合法的维护自己权益的公民 所以我去年4月14日 被这个三亚市警方 逮捕了170天 最终这个无罪释放了 你这个像这个李卫 他在这个案件中间 从来没有到现场去 参加过任何一次举牌 或者是拍照的情况 但是呢他仍然指控这个李卫 这个涉嫌参加了这个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这种行为 是 那么最后我们还有大约 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想请教隋律师 隋律师跟我们谈一谈 那么我们看到 随着多位新公民运动的领导人 还有成员被逮捕被判刑 很多人都在猜测 或者在想 这个新公民运动在中国 它会不会出现一个 没有人领导的一个空白呢 您的看法 简单一分钟跟我们做个答复 我觉得这个谈不上领导 只是说某一些可能比较有影响力的人 他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作用 暂时呢肯定是这种 这种欧民权的运动呢 会受到一定的挫折 但是呢 这个也就像丁家琪讲的蝴蝶效应 那么呢 他们都是先行者 看似非俄仆虎 但是呢 他们会 一定会带来 会带动更多的后来者 好的 所以我 我觉得这个并不单是 所以您是抱持乐观的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两位律师 隋木清律师 还有蒋元明律师 来接受我们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专访 感谢两位 那么有关于新公民运动成员的审判 还有它未来的发展 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 我们也为您做了相关的报道 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